我们问候全场 最有能量 最有梦想 最有格局的企业家领导们 大家现在好 现在好 现在好 此时你们的状态好还是不好 此时你们的心情好还是不好 那你们好的环顾生在哪里 我的梦想是站在世界旗的舞台上发表我的演讲留下影响力 这个梦想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 因为它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命令 改变家族的命令可以让我重过新生 我还可以用演讲去传承爱 传播中国文化 让全世界对中国挖鼻相看 当梦想实现的时候会带给身边的人什么价值呢 因为我可以用演讲改变他们的命令 让别人可以脱胎换骨 也可以重过新生 我的决心就是 因为我要让我的家人和父母 因为我而感知到幸福的不得了 骄傲的不像话 所以我一定要必须要 谢谢大家 热心掌声鼓励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之前参加过那个我们的东东演说 是之前参加过那个基建金老师的 怪不得一听这个段位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今年是十岁以上还是十岁以上呢 我是十三岁零四年 大家好 我是青少年领袖 演说家财亦诺 香苦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吃了还想吃 祝香苦记生意兴隆 真正的赏 各位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为中华至崛起而读书 我坚信未来的中国 是掌握在我们这些少年的手中的 因为启蒙家杨启超说过 少年制 则国制 少年富 则国富 少年强 则国强 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 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 少年选于欧洲 则国选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 则国雄于地球 对还是不对 只有少年强了 国家才会强 只有国家强了 少年才会更强 来打算拳说 拳说 拳说 2020年的8月1号 买一辆200万的马沙拉蒂 因为这句话呢 是我之前 我的母亲 她觉得 我上这些的课程 完全是被洗脑 她觉得这些 对于我来说 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我想用 自己的身体力行 去告诉她 你的女儿 绝对不会去 让你失望 今年会有更好的活动安排 可能是 要做一档电视 那个综艺栏 但是 不公布 跟谁合作 接下来两年内 一年内 三年内 以后 去哪里学习 去哪里留学 都已经规划过了 跟孩子也商量过 国外 可能就是新加坡 这边 看她嘛 疫情结束以后 看看 那个公司行事好不好 嗯 然后各方面的情况 合不合适 然后再去 她比较那个喜欢 薇亚嘛 那个公司也是以她的名 以后 为了也是以她的 各方面的 然后去匹配 她说 她看到 她说薇亚帮别人的 助农啊 卖产品 她说挺好 她说你如果想成为那样的人 爸爸也支持你 对吧 我说你以后要爱 三星 三星 当别人 卖别多东西 如果有可能成为 有机会成为公众人物的话 那你要 那帮多帮别人做做事情啊 没有机会吗 就我们过 那个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挺好的 呃 这个可以 对不对 第一个 飞机没照片的时候 三个天以后也不成为习惯了 主老师 第二个 然后那个 她也不 她不连干操作 她不是说是对比师 然后挺操 就是一创 一创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呢 一二十四小时 我记得 她如果很静心 而领长好一点呢 两千小时呢 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是二十四小时 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晚上八点 这是有 这是有过做到的 我们才写的 没有做到我们去写这个事情 再说我们这个书也没有去 过多的去宣传啊 过多的去耐用 反正这个书两年多了 到今天才发的 就说 最近还可以啦 她就是写诗这种 结果能快速记忆啊 用到开发这方面 思维造成这课程 我们问候全场 最有能量 最有梦想 最有格局的 企业家领导们 大家现在好 现在好 现在好 此时 你们的状态 好还是不好 此时 你们的心情 好还是不好 那你们 好的环呼声 在哪里 希望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 鬼见鬼走开的朋友 请举手来让我看一下 大声圈说 yes 希望自己的家人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的朋友们 请再次举手来 让我看一下 大声圈说 yes 希望自己在外来的人生 当中的收入 可以是现在的三倍 五倍 五十倍 甚至有爆炸式增长的朋友们 请给自己最热烈的掌声 加环呼声 好像状态不够激烈嘛 再来一声 先看房底的尖叫声 假如有这样一个小女孩 曾经的她那一项害羞不害说话 但因为学会了演讲 现在的她可以自信面对五百人发表演讲 大家觉得棒还是不棒 那如果是面对一千人呢 不可思议的是 她可以面对两千人发表演讲 大家觉得棒还是不棒 并且她在四月二十号的时候 受新加坡的企业家邀请到新加坡 站在属于国际的舞台上 发表属于中国人的演讲 假如同样还是这样一个小女孩 曾经的她 不会写诗 也没有出过书 可是在一个神奇的学校 学习了三个月 现在的她可以出了人生第一本书 大家觉得棒还是不棒 那两本呢 不可思议的是 她出了三本 在七月十六号的时候 还出了人生第三本书 曾宜诺 六十六百六十六首 六百六十六首诗集 大家觉得这小女孩棒还是不棒呀 那你们棒的掌声在哪里 假如同样还是这样一个小女孩 曾经的她没有任何的梦想 因为受到基建金老师的影响 现在的她立志成为一名演说家 企业家 慈善家 作为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 还要在2024年10月1号 登上世界级的舞台 鸟超发表演讲 并且和季老师一起同台 用一支麦克风 打开全世界十八亿青少年演说的开关 让更多的孩子 有学上 有书读 把爱传出去 最终自己成为爱 在分享我的改变之前 我想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听的 想听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啊 有欢呼声的都是有品味的 我看一下是哪一个小组 这边的朋友你们还在吗 后面的朋友请挥挥声 左边的朋友来一声欢呼声 全场再来一声呐喊声 再来一个掌声 在做我的分享之前呢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陈宜诺 陈是陈凯伦的陈 疑是心旷神疑的疑 诺是宜诺千金的诺 来自浙江慈禧 今年十岁了 据说 认识陈宜诺 成功不会犯错 认识陈宜诺 你将魅力死舍 在没有跟老师学习之前呢 其实呢 我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孩子 也不是特别懂感恩 记得有一次家里要造房子 需要拿出十万块钱 可是当时我们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呀 于是我们就 我跟我爸就去东借借 西借借 凑合凑合 把房子给造了 因为其他人都造了 如果我们家没有造的话 那岂不是很没脸吗 你们说是吗 于是我跟我爸就一直在借钱 然后我们想到了一个人家 就是我们的亲戚四爷爷 我们向他去借钱 借了几万块 但是由于有些时候 经济的问题 没有办法给补上 所以那个四爷爷 他们家就对我们家 就感觉有点不带看好的脸色 有时还会在外面